華人企業在美國申請商標專利有效期限 總共有多長呢 而另外在過期之後會有哪些的風險 東森任門節目獎量話單元 本週特別邀請到 美國資深律師王松峰來專頁說明 提醒華人企業在美國註冊商標有期間限制 美國資深律師王松峰本集特別案例說明 第一次更新是第五年到第六年 第二次更新是第九年到第十年 所以等於他要你提早 你要在第九年就得去申請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是我第二次更新的時候 是第十年到第十年 不是這樣子的 至於商標不小心過期了該怎麼辦 美國資深律師王松峰也有詳細解說 你可以就是發一個特別的partition 那特別的partition 這個特別的名詞叫做partition to make special 就是說你要跟商標去講說 我這個商標是跟我以前的那個東西 以前的application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因為我不小心讓它過期了 然後請你給我快速的 得審核 對這個叫做partition to make special 而財富人申單元本週特別請到美國 保險公司請律師為他回信 處理後續的事情 對 然後再來要支付的賠償 所以這個保險是專門保固主這個方面的 OK 豐富在美華人生活 講亮話 本週六晚間八點起 新聞台首播 週日同一時間超市無線台 34.5頻道播出 歡迎觀眾鎖定 東森新聞團隊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 也有計劃 您把好的 雙作詞 明珍 詞